本土 民主 反共 寶萊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各位觀眾新年快樂 恭祝大家後年進步 踏入了2016年 其實大家會見到 香港出現了經濟政治 兩方面都有大的動盪 My Radio在這個時候 更加需要大家的支持 有大家的持續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營運下去 所以請大家 持續支持My Radio的節目 月費計劃 立刻上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揀穿你心目中的節目 My Radio同仁 感謝各位過去一年的支持 祝大家後年平安快樂 在過去這一個星期 和未來這幾天 我都是由朝到晚 抽時間幫6號的梁天琦拉票 有些人問我 你自己選舉 你都沒有那麼勤力 為甚麼要幫一個 看來沒甚麼勝算的候選人 去拉票呢 我想告訴大家 我們的希望 就是在我們的下一代 但今天 我們的年青一代 包括90後 千禧後 甚至是80後 在這個社會裏面 不斷被邊緣化 前路忙忙 加上這個港共政權的暴躍統治 泛民主派的消極退縮 香港人的保守 和怕事 聽見這些年青的朋友 提出勇武抗爭 於是就非常之害怕 各位 我想告訴大家 這班年青的朋友 他們肯犧牲自己 夠膽出來 對這個港共政權說筆 採取的是以武制暴的這些手段 可能有些人是不同意 但至少 他們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至少他們知道 他是為他們的未來去奮鬥 而且不怕犧牲 毓敏 今年六十多歲 在社會裏幾十年 我們看到 我們的希望 就是在這些敢於抗爭 對極權說筆的年青人身上 我們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必須要站出來 將選票投給六號的梁天琦 鼓勵年青人 支持年青人 愛惜年青人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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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來的立場基本上是搖擺不定,有時你又喜歡改改議事規則,你就聽到民意 在網內三條路的時候,為什麼你又不聽民意 他非常信任政府,覺得可以和政府緊密的磋商,而通過一個好的版權修訂條例來管制網民 他在這裏對政府採取絕對信任的態度,政府說我不玩了 你這麼儀器,想和你一起砌一件好東西出來貢獻社會 這樣的人都有 這個網民就會體驗得最深 在這個問題上,如果去說服其他普通市民 我相信都不會搞得太久了,到九月又是很清晰的 所以我剛才在第一節目說了一件事,就是在這裏說 在這個九月的選舉時候,本土派一定最少有每區一個候選人出來 我想這個是official的,這個是official的了 你報紙文匯大公可以引述這個節目說這件事 因為連補選都能推出人,為何九月不推出人呢 而且時機也成熟,我們也要忍舊繁民 也是新舊交替,政治代理人的新舊交替也應該要進行 是啊,剛才我們說的是每區起碼一個人 另外一個題目,必須在這裏跟大家去談談 就是這個無線電視台,剛才我們第一節還沒看的,是J5 就出現了這個簡體字字幕,殘體字字幕的問題 我再次強調,我們以後都不要用凡簡這兩個對比 是正體字和殘體字之間的對比 正體字就是由漢朝一直沿用到清代沿用到民國的漢解、正解、印刷用的 亦都是正式的文書用的 簡體字或者簡筆字是民間的簡寫 例如體育的體寫一個人,隔壁的本 這樣就是民間的簡寫或者簡體 但是中共那一套,就是直接就是 除了採納了部分民間的簡體字 它大量是自己系統化的簡化 而這個簡化是不符合陸書的原則 亦都不符合各區語音的標準 譬如形聲字的時候,它只是遷就北京音 沒有遷就南方音,或者是中咒音 整件事是一個外族統治的 或者是蘇維埃殘餘政權統治的文化特色 用一個不倫誇張的比喻 就是當年滿徵入關之後 要求漢人去看頭,習邊的情況 你可以攻擊我,你完全可以攻擊我 我講明是不倫的比喻,誇張的比喻 對於我們的感受就是這樣 字都改了,滿清就頂多 它有自己的女真文字,旁邊都是漢字 他都不敢改你的了 算了,你漢人用,可以你用 事實上呢,在馬Radio,本土論壇 其他節目我都提過一件事 就是去到今時今日這個 香港人身份,它構成的重要部分 是體現在我們的母語,廣東話 香港粵語,體現在我們的正體之上 這個我強調了很久了 而事實上這個殘底字一出現 引起一個反彈的時候 這個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這些抗議 現在去強烈批評無線電視的人 都是以這個作為其中一個 身份認同的主要部分 就是侵害到我們那個生存空間 以及我們那個既有的生活方式 所以在這個無線電視出來之後 就是大家在網上會看到 就是那個批評的聲音是很強烈 而有一定的實際行動 就是舉例去投訴它 但我覺得這個是不足夠的 不足夠的第一件事就是 因爲這個行動它可以置於不利 而整個問題是不止於 現在這個殘體字幕的問題 因爲你看到就是 因爲有時我都深夜我們走去這些茶餐廳 去看它開著了這些高星台 基本上是沒有香港的節目的 沒有香港的節目的意思就是 沒有香港本身製作的節目 它是以什麽節目去來呢 配音的大陸的節目 而過去就是九七前的 即至沒有節目都好 都是播回五六十年代的語場片 或者是以前的舊的民間傳奇 那些無線自己製作的本地節目 即使舊舊的都好都在那裡失時間 但現在就不是拿了一些大陸的節目 賣了上去 而這個舉動本身呢 實際上後面有政治的決定 我甚至可以這樣說 這個不是一個所謂scheduling的決定 這個是一個政治決定 剛才騰雲提到就是 這些深夜的語氣產片 其實它們是構成了我們 那個年代的集體回憶很重要的部分 很多時候即使是中學生到 他未經歷過五六十年代 或者七十年代也未經歷過 他就是半夜做功課做了功課 走到客廳看 看了一段良性波 然後說原來以前是這樣的 我自己在不斷很多節目 我都提過這個問題 即是這個代溝的問題 是相當相當之嚴重的 我覺得是政治上很產生影響 那一個例子 很多年前我跟一個 即是現在在電視台做anchor的女同學 當時還在讀書做節目 那我說笑 因為我們做電視節目 我說笑 你當然不知道馮寶寶有誰 那當然他用手機出來打馮寶寶 原來他真的不懂 不懂的 因為他沒有機會看到 沒有機會看到舊片的重播 那不懂馮寶寶 當然在很多人的角度來說 你純粹是不懂一個演員 但對我來說 這不是一個純粹不懂一個演員的問題 這是沒有了我們一部份的集體記憶的問題 其實是世代傳承 即是我們世代 譬如覺得張活柔白燕 譬如一講白燕 苦命家嫂 我們以前就不會講苦命家嫂 這個就是白燕 那個就是張活柔 張活柔就是悠遊寡斷的男人 給他媽媽指到他四位去 我們一講這個就會明白 下一代 譬如我二十歲的時候 十幾歲的孩子都知道是白燕 因為大家都看同一件事 但隔了之後 不是吧 那些孩子看湖南衛視 哇 連我都不懂 是啊 這個集體記憶的取代 就是 其實是我們身份認同的取代的部分 即沒有了這個東西 其實你未必是香港人來的 即是我有這個看法 那麼具體的分別就會看到哪裏呢 舉個例子 譬如在廣州 甚至你廣州的土生土長 如果他講廣東話 可以講得好像我們 雖然大家一定有些少許分別 但是如果你跟他聊 但大家只用廣東話來聊的時候 你發覺他沒有了 有些東西他們是沒有了 有些講法 譬如語法方面 譬如語會方面 他用北京話 或者普通話 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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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話 另外就是有些內容是不見了 所以那個界定本身 剛才我們講了譬如正體字 或者廣東話 其實就不像這件事 因為後面有一個 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集體記憶 但這件事 最大的難處就是 它不能量化 它不能很具體去講 正體字 香港語語 就是完全有些很清晰的一些參賽者 集得幾個就沒有了 我們只能很空泛地講 譬如這些語語產品 這些當時的一些普及文化 是賦予我們某一種價值觀 現在這裏沒有了 而沒有了的不單止是新移民 甚至連我們香港年輕人都沒有了這些 有時甚至有些言語 譬如說 你如果不看過舊的語蠶片 或者是民間傳奇 我們會說 這個地方七國這麼亂 七國是什麼 是不是日本的莫苦 即是你這樣想都可以 但如果完全不知道七國一蚊 你剛才舉一個例子 我舉一個更加好的例子 舉一個例子 譬如誰是悟空 原來這小孩不是在說室遊記 而是在說龍珠 是回憶 是吧 這個就是我們在說集體回憶的傳承 而這個集體回憶的傳承 在我們那個年代 是無線電視做了 亞洲電視也做了 現在亞洲電視也不用說了 都不 function 但無線電視主動地去 將這個集體回憶刪走 而整個殘在字字幕 或者這些譜 這些大陸製作情報 只不過是這個現象的延續 而刪走這些舊的長片 或者舊的無線劇 或者舊的無線劇 或者舊以前的無線製作的 民間傳奇 或者歷史傳奇改編 是對無線電視本身有害 因為那些是以前的無線製作 而有些藝人 例如梁醒波 或者胡鋒 現在還在無線製作的 即是原則上播放的 是有利於自己的銷路 有利於建立自己長久的讀者的效忠程度 但他依然不搞 依然直接在深圳、湖南 或者在什麼地方將節目移音 什麼中國好聲音 那些什麼節目 那些跟他本地的製作傳統 和那些演員 和製作風格完全沒有傳承 故知他在損害他自己的商業利益 故知這個是政治議程 剛才陳文說的 講得簡單一點 就是這些製作 這些劇集 是他的資產來的 而他是把這些資產棄而不用 是拿了另外一些 根本在香港 沒有人想看 沒有人喜歡的東西 想嘗試去把香港的年輕觀眾去洗腦 這個就是我的說法 而這個殘體詞的字幕問題 這些普通話的新聞報導 只不過是這個趨勢的延續 而這個趨勢是一個政治的決策 因為他用殘體字或者普通話 他就慢慢就會 即刻就會用大陸的人 大陸的製作人員 編載人員 跟著就是那個語彙 康調 觀念 選材 跟大陸那一套 簡單來說呢 其實無線電視現在不想做香港的電視台 他是想做廣東省的電視台 做中央維視 即是實際上是想做你 只不過不會公然宣出口 而負責去解話 其實就是一些土生土長 在無線發職的電視工作人員 換言之呢 你是亡本 亡本 因為你無線電視怎麼做出來的 你是不是香港人支持你的 當年只有一個電視台 而當年之所以發無線的牌 是因為六七暴動之後 他有歌舞聲評 也有一些節目來輸解民怨 所以才有那些時事劇 諷刺劇那些出現 或者時裝劇那些出現 另外就是 當時很多香港的活動 很多的活動 籌款 對外的宣傳 全部都是委託給無線電視做 而當時是基於一種互信 那他現在其實背叛了我們 以及出賣了我們 是啊 沒有香港觀眾的支持 你無線電視怎麼會做到 今時今日這個水平 沒有香港出來 在這個電視台接受訓練的 鏡前 幕前的工作人員 幕前的演員 幕後的導演 幕後的製作人員 你無線電視哪有今天 你這樣做今天就是亡本 講得嚴厲一點 這個沒有我講的 無線電視 而現在的管理層是賣廣賊 賣完了 那接著怎樣呢 你可以有些什麼的 就是 反抗或者抗議的活動呢 那我就暫時未想到一些很具體的 但是起碼一樣東西 這個投訴不能是止於這個階段 但是最深層次的問題 為什麼剛才我講 或者這個抗議 或者這個批評本身 就是我現在不會想到一個很完美的解決方法 或者一個抗議的方法 因為後面有一個更加深層次的問題 是我不斷講 但是似乎 發揮不到任何的影響 就是因為你現在在香港出現了一批 大量的 來自中國大陸講普通話的移民 或者流動人口 他已經構成了這個製作這一類節目的客觀理由 市場理由 市場理由或者政治理由 他就說要遷就 什麼不是遷就 就是要適應這批的少數人的需要 基於多元、平等、反歧視 他就製作了這個普通話節目 和殘體字的字幕 無線的說法就是這樣 故此以前 左膠、泛民那套 保護弱勢、保護反歧視 那套東西現在就是 喉嚇逼者 就是 黑而為一 而且他真的用這些理由去解釋 所以你說 泛民左膠就是 撲街、駭街、賣港賊 這套東西 證明到出來 剛才那套 剛才我們剛剛說 政府想推這個網絡23條 然後被我們客戶縮沙 然後發問 嘩你為什麼要縮沙 我們要推出去的 這些就是 看到的根本就是同一路人 就是 剛才那個 當然 昨天說這個左膠 就給了這些理由 文化多元 劉氏打捨了 這個殘體字出來的 就是多元文化政策的勝利 但這個實際上 不是那個真相 如果你無線電視的管理層 是真的貫徹這個文化多元的政策 那就麻煩你提供設幕給 以及設字幕 給在港的南亞裔人士 即是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菲律賓等 你要留意印度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言 樓下可以用五、六種的 在港的日裔人士 你要提供日文給他 即是你要多開很多的台才行 不用 他都要提供日文的字幕 就是給人選 另外就是在港現在申請政治庇護的非洲的政治難民 那你要做這樣 不過你沒有做 那你要去做給這些在大陸的所謂觀眾 原因只有一個 就不是文化多元 是政治的原因 政治原因就是美共 美共買港 雖然我這樣說 但我很正視一個趨勢 如果這個大陸移民的數目 去到某一個數量的時候 過了某一個數量的時候 這個真是一個客觀的理由 就是要給他一個空間 一個時段距 即使是給他遷就 一個適應期都需要 但當然以前的靜民政府 就是絕對不理這回事 但以一個合理的民主政府 即使香港有很多普選 普選立法會、普選特首套 都是因為這個人口遷入的原因 而他覺得我沒有必要學正體字 或者學廣東話 他要保留他 起碼他家鄉語言 他的母語就是普通話 我不是家鄉語言 我不是講湖南話 或者是四川話 不應該講普通話 無可奈何就要給他普通話 你現在的一些非正統計 已經去到幾十萬百萬 你佔香港人口數目 已經去到一個相當之高的 超過10% 如果他們很清晰地組織他上來 他是成為一個政治的力量 因為政治力量是在傳媒 或者法律方面 他們是會爭取一個合法的地位 這個是將會發生的事情 他甚至可以說 不單止是電視台 他甚至可以說 所有的中小學 總之是拿公帑的中小學 都必須講普通話 原因就是因為香港人 即是廣東人 或者福建人 聽得到普通話 要作本歸原 要去改變 要防止這個 只有一個情況 就是 將這個移民政策的問題 放上香港的政治的討論議題 這個我覺得是唯一的解決 現在 即是根本去面對現在這個情況的 唯一的方法 即是那個移民政策 或者香港的大陸的新移民的人口 不是自然流動 或者我們香港人主動引他進來 而是大陸強硬輸送進來 而輸送進來 而輸送進來 它附帶了一個文化侵略 還有人口清洗的政治目的 而這個政治目的 是高壓的統治的效果 因為它不是說 兩國邦交之下 我覺得是要引一些英文人進來 引一些日本人進來 給一個日本小區 給一些日本文化 不是這回事 是我們抗拒的 一直都抗拒 故知這個新移民的人口 是要以政治的態度來處理 而不是用文化 或者用一般正常的民主程序來處理 是啊 因為如果香港不是一個這麼小的城邦 而又不是面對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 大家就可以以一個文化多元平衡的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 沒有問題 即使是在法院裡面 有充足的翻譯人手 或者起碼翻譯支援 支援藍亞裔的人 或者社會福利署有這些翻譯 這是很正常的 但是中國來的大陸難民 這些強行輸送給我們 這些我們不歡迎的人 簡單來說 如果你要堅持貫徹文化多元的 或者人口的成績輸入 不妨輸入菲律賓 南亞裔 大家一齊都非洲 真是國際城市 大陸難民 沒什麼所謂 到其時 以什麼為依歸 大家都講英文 算了 你不要爭 我們放棄這些廣東粵語 這些就是大家 英文人 好像新加坡 大家不是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你所謂文化多元 它實際上 變成一個帝國主義殖民的侵略工具 這個也是梁錦祥說的 我去總會今天想說 第二件事想說的就是 你無線電視是喝香港人的奶水大 現在大了 你就投共 你就走回來 去壓迫香港人 世界上沒有那麼便宜的事 一定跟你繼續香港人 算數的你可以說 你吹我不像 你現在香港人不看我 我都無所謂 反正香港年輕人都不看你電視台 廣告他又不理 他有其他人 不知道什麼的資本 可能你老闆 你的股份 最多的持有人 甚至未必 一定是真 未必真的是香港人 這個我傳疑 我只是這樣問 但香港人會跟你 現在執行這些具體政策的人 會記住這筆帳 在帳簿裏面 在帳簿裏面 建國之後你就知道未到 建國之後很簡單 收歸國有 跟著他以前播放的東西 全部由國家擁有 很簡單 但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無線電視這個情況 只不過是 剛才我們說的 新移民問題的其中一個現象 他陸陸續續在不同的層面會出現 大家 會不會想像一個情況 就是 很多這些 講普通話 在大陸移民下來 他們現在去做律師 將會去投考警察 投考公務 到時 類似無線電視出現的問題 就會在我們整個社會 不同的層面 完全出現 這就是插針 或者什麼叫滲透 就是中共最常用的方法 那要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大家就要在未來的選舉 未來的不同的層面裏面 要形成一個抗爭的陣線 無論你 同不同意 現在本土派的一些 具體的政策立場也好 現在這個捍衛香港人的自身利益 捍衛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捍衛香港人的集體基因 這個就是當前大家的 要記在心 要每一天要去做的 香港人的責任 這個共同戰線 因為保衛自由的戰線 講得比較曖昧些 或者爭議大些 其實是反法西斯的鬥爭 就是反中共法西斯的鬥爭 是啊 講到尾多一句 那你禮拜記得投票 哈哈 我們在今日節目前見差不多了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